今天草莓台灣味要為大家介紹南瓜炒米粉還有鵝阿菜不拉皮湯 南瓜炒米粉的部分的材料有 南瓜400克 米粉450克 荷蘭豆20克 金鉤蝦少許 海底雞罐頭一罐 蔥兩隻 香菇三朵 高麗菜100克 油蔥酥適量 調味料又準備胡椒粉少許 醬油一大匙 還有淡色醬油三大匙 以上就是南瓜炒米粉的主要食材 鵝阿菜不拉皮湯主要食材有 鵝阿菜600克 不拉皮40克 蒜苗兩隻 蔥一隻 芹菜兩隻 油蔥酥適量 高湯1000克 調味料又準備鹽適量 胡椒粉少許 還有香油一大匙 以上就是鵝阿菜不拉皮湯的主要食材 南瓜炒米粉的做法是 將去皮的南瓜刨成絲 金鉤蝦泡水切碎 香菇切絲 高麗菜切條 部分的蔥切成末 有些切成段 蒜苗 芹菜都切成末備用 爆香蔥段 香菇絲和金鉤蝦後 放入南瓜 高麗菜炒軟 接著加入三碗的水 油蔥酥 海底雞 然後再放入胡椒粉 淡色醬油 還有醬油調味煮滾 接著將米粉放入半炒均勻 蓋上鍋蓋燜煮直到收汁 接著再將荷蘭豆下鍋翻炒樹下 就可以盛盤了 鵝阿菜不拉皮湯的做法是 爆香蔥末 然後入高湯 不拉皮 油蔥酥 接著入鹽調味煮開 然後再放入鵝阿菜帶滾 起鍋前入蒜苗末 芹菜末 香油 就完成了鵝阿菜不拉皮湯了